今天我們來講四極色在我們灰跟彩之間的四極色 尤其像米拉圖的六個顏色 它到底是怎樣的 第一個 它基本上都用一塊白色在這邊 所以我們先把這皮留下來 我們來調皮 我們先從岸面開始拿起 我們這裡有個岸面 這裡有個岸面 你們可以看齁 就是臉色雖然很平坦 但是四極色的灰色 第一個是用Altramarine 加上Alysium Cleanser 然後加上大量的白色 這個就不能用 再用畫刀 你們調色的時候尤其是白色 你們需要畫刀拿回來 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然後調出來第一個顏色就是這一個 然後調出來第一個顏色就是這一個 嗯 相不相同 好 那個 你可以把那檔案就打開了 讓大家看一下 那跟背景 第一個的 第一個的 第一個的顏色 各位 各位可能 欸 不見了 好 要給你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顏色的左下角 這個有點帶紫色的 我們現在這個條呢 是藍的 稍微不夠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對對對對 左下角這一個 待會你手指頭 好 那我們 這一個 我們要把這個已經挑 調到明度二 或是好像會很亮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到五 調到五 所以調到五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顏色 再加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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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板子是明度五 對不對 我問為什麼要調明度五的板子 就是讓你看起來幾乎 你幾乎看不到這塊顏色 就是這塊顏色的邊緣就是明度五 那ROMINET RATO 它就是用4.8到5.2之間的明度 來畫你的人的臉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一塊是 手機再開一下 把那個顏色放大 就這個 來 各位來看一下 這兩個顏色其實是這樣 那这一张为什么会比较暗 这已经超过明度五年 两个比就知道 这个因为它背景是白色 你们如果有印象之外 如果你背景是白色 你拍的东西会特别暗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 现场的颜色的明度是这样 所以各位第一个颜色的练习就可以这样 其他我不要逐一示范 因为它每个颜色它都有表情 在那个铅笔上 那其中只有有一个颜色更不一样 我们用的颜色是这个 Tera Outside Red 它是什么Rosa 它是Tera Rosa 它是跟这一色是一样的 那这一色是什么 这一色是黄跟红都混合色 所以这个黄跟红已经两色了 你再混白就第三色 你再混黄色就四色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四个颜色的灰色 但是这个颜色可以混得白色会比较少 但是白色比较少就比较没有那么雾 那下次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把它那个脸整个脸的轮廓的色彩 到底哪边适合比较远一点 甚至比较比较粗一点 比如说这个凹进去的阴影的地方 它是深线的部分 那用白的啊 所以它就用这个 就用Tera Outside Red 你知道哦 点框这里面呢 Tera Outside Red 那你就想说 那出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光啊 就是用这个啦 因为冷光嘛 你受光啊 但是我们以前都是一块白下去嘛 显然它的对比就很高了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补充一下说明 为什么明度是五呢 因为我们我们的脸的五官 不管你关系怎么知道 几乎空间都在附近 那不会啊 这个眼睛跑到很后面 然后鼻子跑到很前面 所以同一空间是同一明度啊 所以我们这个明度 为什么是五的正度 0.20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用这个板子的目的啊 大部分就是从画脸部 或人像 或者所谓的肖像开始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 就是你们去练习的时候 去调色 就把它调到 这个两个之间的 这个边界 几乎看不到 那你把六个颜色调好 用六支笔 你就分开放头 那当你要画脸部细节的时候 就拿那个 你就不会混到 那颜色就不会脏 你会看到那个 你画出来的肤色非常干净 虽然那是四极色 但它不会两个颜色混到一起 因为你是分开颜色 所以你要练习 练习到每一支笔 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颜色 哎 这个是凹的 这是臭光面 这是凸的 这是没有加白的 这是凹陷或者凸浅 你都要非常清楚 所以你会看到 它其实那些画色列 你就知道了 然后再来就是 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定位 我们通常我们要画 一条西有石头 我们要定位 对不对 要有暗面 我们画完了 然后再去做空间 那我们这个人要怎么去定位 一样 它也用暗面的颜色 暗面的颜色 虽然都是零点 都在零度五 但是还又是比较冷 比较暗的东西 这个就是比较暗 我们刚刚第一个条例 就是比较冷 比较暗 其他都是比较暖 比较亮 它冷跟暗 要冷又要凹陷 唯有就是两个默色去调出来 加上白 所以你可以看 调出来这个颜色 一定要跟它边界一样 所以我想改天我们再找一个清白的试试看 今天我们 嗯 Private的灰熊 我们今天来画风景 这个是一个雪地里面的风景 首先我们把西式地 设计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画远端雾状区的地方 那里面的屋顶是在这里 所以它一个 反光区 还有一个反光区 所以我们错开那两个反光区 这就是一个白鱼形 白鱼形 对啊 好几百张 啊 啊 哎呦啊 这基本的形状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细一形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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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忘了 先把色 把色扣 首先用暗 门跟暖的蓝 混在一起以后 加上一些暖 只是一个灰 这个灰是要做后面的 所以我就先握这一块 好了 不要完全混到 所以 我们画出来的部分 它也会有建设颜色 可以看到两个颜色 它都会跳出来 这个目的是我们在这个 后面的指金擦拭的时候 我们可以跳着拆 比如说什么要跳着拆 这是一个树枝 跟树枝之间的 中间的 一听就会了 所以它是一个重复性的 一个 有这种感觉 我们就先把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希望它有 恒向的 这种空气 尽量保持它这个 若有适合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是原来屋顶 那我们就看它已经留下来 这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用干净的纸巾 它还是湿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包刻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在三分之一的所有 所以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个屋顶 它是这样 你看它屋顶就可散 因为我要看一个地方 来来 谢谢 太多了 做完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位 我们通常都是后面太雾了 太雾了 后面很难再去做别的 所以它要做有一点雾状就可以了 然后呢 转进来 便慢慢地出现色彩 然后呢 然后呢 便慢慢地出现色彩 因为布状区 所以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松针啊 树林啊 它就会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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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已经有做了一个 这个大概有一个 这个松针 所以我们不会画过头 左边两侧 比处稍微用压伸一点 所以它中间都会比较细 接着我们刚才擦掉的那个红枝 把它带开一点 还没有做物状的这个烟 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捕 这物状也会做回捕 这有点像烟雾的穿越 我们这回把树种到根下面来 开始做房子的部分 这个做完以后 待会快感觉我们在这一个风的感觉 这边是转进去 所以它会有一个明度高一点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 它有像一个渐层 所以我明度要提高 最后放一点点亮一点 可以加上这个面 跳着物状 第二个房子 把这个下面的暗面 它在暗面所以有一些色彩 我们先买进去 这个好像干掉了 我们家里的汽水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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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你们俩 我 sitz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魚肉 水 活魚 酱湯 湯 羊肉 小燕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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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18號 20號 18號 因為這處面過大 你能用的地方很小 沒有 樹 真葉的樹 你永遠只能畫大 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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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兩種 18號 12號 18號 12號 16號 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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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错 这次挡不行 对对这个 这次的毛怎么会散开 嗯 啊这个非常弱啊 对啊太短了我知道了 很软你如果压下去 你看呢 他中间的笔触会不见 嗯 因为他的这个颜料 他两个就会黏在一起 对 比如说你要做红平行的线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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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毛是硬毛 硬毛筆 所以他压下去哦 你看他會彈起來 哦 他彈起來又不太的像什麼 那種煙軟 嗯 如果是軟毛了 他就压下去就一片 嗯 嗯 你要用硬毛筆去畫這種 雕刻的東西哦 尤其這種邊緣 一邊就可以了 其他就隨便 嗯 嗯 一邊就可以了 嗯 跳著掉 嗯 我來講一下 差給兩個 其實我們主要 比較容易喝的 因為他就線條 這個地方就是 代表他屋簾的 有點向下 向下 先你把這個向下這個感覺畫出來就可以 那我現在已經有亮了 那我現在嘛 如果有這樣子畫 那我現在嘛 如果有這樣子畫 那我現在怎樣 我現在這個角度出來 我又是這樣子 好 來我們這個灰哦 你要善用這種灰色 否則的話 你很難去畫出 彩色的部分 因為我們 我們的背景 沒有放了很大大的色彩 所以那個色彩 只要套出來一點點就可以了 因此哦 你要把你的灰 覆蓋大部分的色彩 我們剛剛看那個人像的色 它的紅色都只有一點點 可是它是為什麼會只有一點點 它是剛開始的時候畫很多紅色 那為什麼只有一點點 因為它覆蓋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覆蓋掉 這個紅色我都覆蓋 可是你要一直看得到紅色 那好看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白裡頭紅啊 藍裡頭紅啊 這種顏色 它就特別好看 你看它整條色 你看我們用到現在 都沒用到紅色 都沒有 跟我們畫人像是一樣的 人像為什麼都用 要同一個空間 你怎麼定制它 你加了白色 但你控制它明度 白色是最好的 明度 但是 在這個大設我們空間裡 很遠就很遠 你去加白色 你會不會拉來 就會把那個空間的變化變得很大 那你要畫的面積是這麼大的 沒有辦法在一起 所以不要用白色去定位 或者去畫圓景 你看我有一些地方我把煙蓋掉 那待會對比最高就是這個 因為它已經乾了 那這個筆是乾筆 你看已經幾乎是乾掉了 如果仔細看我以前畫畫 你會知道以前我做畫習慣會刮 把原料刮平對不對 這次已經沒有了 這次已經沒有了 因為刮平用就沒面積去做過一次 你要這麼六塊推薦你做得出來 所以我開始改變了一點點 這改變的原因 是看到別的方式應該也可行 我們要試試看 也未必是對 不過這是可以試試看 好 然後 這個呢 其實是很平衡的 你看 這邊 先上來 好 怎麼樣 調出灰色 紅藍黃對不對 那紅藍黃很麻煩 咖啡色比較快 因為咖啡色是已經混兩色了 所以你調咖啡色你要再調灰色 就會比較快 比如說我現在有很多都是 就是用了一個咖啡色下去的 我剛才是一種圓形筆觸對不對 現在的是條狀筆觸 所以就已經破掉圓形筆觸的某一部分 但是呢 因為它這個筆很乾 就是乾刮的效果 所以它會產生那種 剪斷絮的那種效果出來 我試試試看 我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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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這個畫過頭 因為你待會去雕刻會更漂亮 不要想說 好啦 我們下一節再聊 我們畫一下 這一節我們來 來把我們剛才所做的這個 調狀的這種HR 我們開始做一些霧狀 那我把你做些霧狀 不要 我們先 好 這是軟毛皮 這樣軟的軟毛皮 我們做一些 這一種白色的霧狀 我們這個霧狀 我們看的一樣 是白的 但是我不能拿它是白的 我們讓它有點 有點色彩 非常冷的色彩 越高越有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的 這個叫做霧狂 好 我們先開始繞圓圈 在中間 再加一點厚土的白 你看我剛才放的是這個 所以它一定灰灰的 那我現在反過來 反過來的方式 所以它只要一開始 H很強對不對 然後再來弱一點 再來更弱一點 那你就會看到煙 它就是有煙的感覺 有強有弱 那就最靠近你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煙囪嘛 所以它應該是 細細的一條 這樣子 細細的煙 這樣 這個就是煙 所以你不用 所以為什麼要去 要有一些背景的色彩出來 就是目的在這裡 做完這個我們開始做這個 這個屋頂 屋頂也一樣 我們也要需要一點冷色 這個冷色是表示在它的上面 在上面 那不要去碰到我們剛剛圖的 這個雕刻的色彩 所以我們也是跳著畫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軟毛筆 所以你看你可以壓下去 它就會非常接近 不用你去瞄 瞄到很接近 再壓下去 那就脹掉了 所以利用軟毛筆的 它壓下去的彈力 你不壓下去 你看它就很寬 不會碰到 這個地方不能很多的稀釋機 所以你只能用蜻蜓點水的方式 去沾你的稀釋機 這個應該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你壓下去 你讓這個顏料能夠流動 但是它不會流到下一盒去 再加上一片色彩 這色彩是什麼 雪地 雪轉下來 光快消失的時候 所以你把這個Feloblue的顏色加出來 然後就產生了第二層 然後壓下去 這時候呢你就貼下面 你看這個雪的兩個顏色就化出來 雖然看起來是同一個Feloblue 那因為我們現在因為買色彩 所以我們這個色彩不能太保留 或者會跟它互搶 所以如果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一點 加一點Ultramarine 等於是冷的加暖的 它會變灰灰的 你看它顏色是灰灰的 對不對 那你不夠灰 你就一直磨 一直磨 它就更灰 因為加熱 你用加熱的方式 也可以讓它變灰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做出三層的空間 比如這個雪 到最後 它轉進來的時候 從這邊進來 壓下去 壓下來 最後快到的時候 你就要越過中心線 然後往下壓 它就產生了雪 它就有兩種 雪的轉彎的感覺 記得要讓它變灰 不會讓你的Ultramarine 變得飽和 紅了黃 那一集捨出來 你的一集捨出來 這邊的黃色就不會跳出來 就不會好看 你本來就是逆光 然後成為色彩 它也會變成 你不是在暗面 這邊是越深 越來越越 然後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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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以前畫畫的這個 這兩塊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這一塊再畫回去的時候 它需要一個更暗的色彩 所以你壓下去以後 你往下壓 然後去壓到你剛才的定位的暗面 好 然後到這邊就停下來 好 然後到這邊就停下來 這個彩度還夠高了 我們還需要讓它在模糊下 一樣 這個我們可以用轉筆的方式 轉筆 一次沒轉到第二次再轉一次 然後壓到你的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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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到然後放暗面 有什麼暗面要放暗面 不然那個雪就不會那麼平凡 因為你一筆畫過去 雪它不會那麼起一大 要起一大 不會啦 做好了以後 我們這些白紙本 這用花刀畫就好 你總要留一邊比較亮 一邊比較亮 其他的地方用花刀 一部分它快要碰到 然後一部分它下來 這樣會告訴你什麼 是雪地的有厚度 我現在加了一些白色 做這一層 不然你會覺得這邊的顏色 有點突然就不見了 這就是屋頂的雪 有厚度 除了這個有厚度 下面有厚度 慢慢保留一點點 待會兒我們用花刀去畫畫 那我只要考慮了 其實我就考慮很簡單 好 那我們再回來 然後來 灰來讓我們居顧射出來 什麼時候地方有射射 什麼時候地方有射射 對光有射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定位 加上 對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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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色的阿磚而已 OK 然後我們開始來雕刻 我們剛才已經雕過一隻白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反雕過去 讓那個雪 對 那個厚度要垂下來的感覺 我們從中間的這個線段裡面 然後用轉筆的方式 對 對 那個雪有厚度 對 那 大家不講 對 我講 然後 建立你 可以接受的東西 但你必須要講出一個 這個 會很清楚 有一點 對 這個雪的厚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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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也是要讓它有厚度 所以它一定是圓弧的 因為它這個筆觸是一條 對不對 我們就要擴在它中間的筆觸 我們要壓在下面 我們要灰嘛 我們把它壓在下面 然後轉筆呢 那它就有圓形 就動不出來 對 這樣的話 你這個雪的這種像 它都會破掉 對 我們剛剛是一條 對不對 我們現在破掉這邊 那我們再破掉那邊 對 就不見得是雪 所以我們畫的像 這兩塊都是灰 所以呢 我們把它下面帶開 這就帶開了 它的局部的A局被你帶開了 你看那個紅就跳出 很簡單 你剛才看了好大一片 現在 現在沒有了 現在很少一片 我們把這個邊緣 這個筆觸留著 讓我們待會兒要去處理的時候 會更多 更多選擇 我們把這個邊緣 都可以介紹 可以來看看 每個人都希望 每個人都希望 每個人都更 還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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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 來給你 我可以 把這個地方 再給你 還可以 再給你 要更多 我覺得一個畫面 應該有 對 對 再給你 所以我會覺得 再來我們可以用硬毛也可以用人毛也可以 把我們的一部分的這個 edge 把它破壞掉 我們只要一部分的比數就可以了 這塊色彩就出來了 我們要讓這塊色彩出來 我們物局了很多灰色 像這塊藍色過度的飽和 讓它的顏色變灰 這塊顏色也要變灰 我們要變難看了 看現場的 對 因為可能不是 要畫像 或者像 就是很多時候會發生複零的安心 當光已經快要出現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它的鼻觸了 把鼻觸留下來 這就是流下的鼻觸 把掉一些重點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留下的鼻觸 然後越來越上面就把鼻壓下去 它形成陰影 然後你可以雕刻一部分局部就好了 然後這個另外一邊也是局部的雕刻過來 它學了一個屋底的感覺 那厚實的感覺就跑出來 沾一點西式劑可以讓你的鼻觸留下來 比如說像木頭它是有一根一根的鼻觸 你把它壓下去以後它就會留下鼻觸 那你會覺得不像木頭 待會我們經過我們的穿越以後 它就會像鼻觸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樹 我們剛開始的話也是一個一個的 你如果沒有穿越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 讓你一屋 所以你就會覺得經過了穿越 才產生這些東西 你看我們原本的這幅畫 哦 紅色一大堆 對不對 現在已經不見了 現在你又看到一小塊的紅色 可是那一小塊的紅色 更新鮮 還更感覺到光線的距離 給大家看看 還有大堆 但現在你又看到那 formidable 很久了 來再下iva 看到兩小廚 好久了 對 你不用擋了 你說像我這個 你坐在那裡 它就比較好 你叫冷靜一點 你叫冷靜一點 真的嗎 你叫冷靜一點 你叫冷靜一點 我叫冷靜一點 我叫冷靜一點 你叫冷靜一點 還有Z 捐捐一個 兩個就 精神音樂 喪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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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禮 喪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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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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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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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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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束